選民眼裡拜登的辯論表現 不只是慘 更質疑他真能再當四年總統嗎 白宮出面替拜登辯解 不該用一天否定三年多的政績 不過拜登自己也在競選活動上坦承 差點在辯論台上睡著 歸咎於出訪太過頻繁 時差調不過來 回顧拜登的行程 他6月7號飛到法國參加 諾曼第80週年活動 月中接著到意大利出席 G7的領袖峰會 一結束就趕回美國加州募款 不過辯論前夕 他在大胃營閉關 準備就待了快七天 時差真沒調好嗎 紐約時報跟報導 越來越多拜登身邊的人都發現 總統在辯論會上當機絕非個案 就連揭發水門案的美國資深記者也爆料 這半年來拜登已經有認知衰退的跡象 拜登親密的謀友前眾院議長裴洛西仍然力挺他 既然拜登堅持選到底 民主黨也只能陪他把頭洗完 推薦送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